夏天到了 民眾喜歡去游泳池玩水消暑 但北部一名三十多歲女子 日前去新北某室內清水設施 七月二十六日出現頭痛肩頸僵硬 後續出現發燒胃寒抽搐 近在八月一日身亡 前後才七天 醫院通報不明原因腦炎 採集檢體送宴 卻認為服飾內隔離 阿米巴原蟲感染所導致 也是俗稱的食腦變形蟲 是吸到鼻子的話 它可能就會跑到腦部去 引起腦部的一個傷害 食腦變形蟲是在河流中 生存的單細胞寄生蟲 其後溫暖環境 更高的溫度下也可短暫存活 ACIP召集人李秉英表示 寄生蟲會經由鼻子進入人體 引起腦炎 腦膜炎 目前還沒有適當的方法治療 發病後死亡率高達99% 專家呼籲不要去 沒有消毒過的水中 因為阿米巴寄生蟲主要在淡水中 留意溫暖的淡水河川 溫泉水工廠排出的溫水 土壤中都可能發現蹤跡 理論上它也不能夠人傳人 第一次第一個會降腦壓 第二個減少發炎反應 全球案例並不多 這是國內第二起感染 國內首例出現在2011年 因為接觸溫泉水 相隔12年出現第二例 新北衛生局表示 泳池有SPA 但不確定女子使用了什麼設施 進行採檢環境檢體與水質檢體 後續由中央帶回檢驗 要求業者預防性停業 及進行環境清洗 民眾到西邊 尤其是淡海中 一定要特別留意 避免將頭浸泡到水中 才能減少感染機會 這黃天耀楊宗燕台北報導